恒星的观测 肉眼可见的恒星大概有六千多颗 然后古人就很无聊 把天上的这些星星点连成线 就构成一个图案 就给它一个名字 有一些伟大的神话故事 所谓的星座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星座 那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后来统一 把天上分成了88个星座 这个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定好的 所以世界上的科学上用的88个星座 数字我忘记了 台湾一整年看下来 好像只有一颗 一颗两个忘了一两个星座看不见 东看看新看看 真的很难编的看不见 其他的可以看到一点边边什么之类的 88个星座 然后中国的星座是分座28星座 这个你们看武侠小说看韩剧有看过的 左青龙右白虎 好 我也是这样 朱雀玄武就是这样 28星座 然后如果以后有人 以后有人要去学什么算什么 紫威斗数的也会知道他 那就不用管他了 然后呢 北斗七星是中国的名字叫做北斗七星 在天文学上他是属于大雄星座 北极星在小雄 这有人问过 北斗七星在小雄 大犬其实还蛮像一只犬 大犬其实还蛮像一只犬 有狗头 有狗身体 还有狗脚跟狗尾巴 这个叫做大犬 大犬其实还蛮像一只犬 那么四十一是个星云的天壤星最亮的一颗星 OK 仙女座呢也勉强像仙女 但她是个没有头的仙女 有仙女的身体 仙女的脚 还有仙女的手 可是没有头 可是没有头 我基本上 基本上还有个人形 这基本上还有个人形 金牛座呢就开始不太像牛了 但是还有牛的特征 有牛的脚 头上的脚 跟牛的脚 齐一样 牛头上的脚 还有牛蹄 臭活臭活 明明常讲 有点牛样子 虽然她已经看起来实在是很不像 但是知道 感觉有牛的那个鸡脚 跟牛的那个蹄 这个可爱的伟大的母羊座 你打死我 我都看不出来它是一只羊 好了没了 这就是母羊座 我只能说 希腊人的想象力实在是 太丰富了 这样的看出来是一只羊 你胡乱我了 我只能说 你胡乱我了 你胡乱我了 本身就是天上的星星点年成 写一个图画 然后给它个名字 巴拉巴拉巴拉 这个叫星座 那当然 西方是用西方的 88星座是用西方的名字 星座它现在长成这样 只是臭巧而已 星座是会动的 恒星其实会动 其实动得很慢 它只是大家都从无限远 很远的地方投射过来 看起来就贴在同张纸上面 所以看起来有这样一个形状 它只是臭巧 以后就不一样了 来 下面这个绿绿的就是现在的 天文学的星座猎户座 猎户座就是这位 它中间这边有个腰带三颗星 有看到 这猎户座最有名的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它很清楚 腰带三颗星 可是那上面就是不同的民族的星座 中间这个是埃及的 埃及的跟它相对是个人 然后一个是北美 一个南美的原住民 这就是三只小鹿 这是一群飞鸟 所以刚才讲过了 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自己的星座 所以同样的星星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星座 但我们要教的事情是这个 你看到它是腰带三颗星 看起来三个排起来一排 可是实际上它在天上的距离 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鼻子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十万八千里 所以 长这样只是凑巧而已 这一题学测讨过 现在北斗星星长这样 现在是这样 可是十万年前是这样 十万年后面是别的样子 因为每颗星都有各自的运动方向 直动得很慢 所以在你有生之年你看不出来 你顶多活一百岁 一百多岁 活两百岁也可以啦 你活两百岁 你也看不出来还有什么变化 所以对你而言 如果你要活个 一万岁 十万岁的话 你就看出来说 给它跟你小时候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所以 所以这一学生有考过 我就是告诉你说 星座长这样 只是现在凑巧 你看它排成这样的形状 好像在天上 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各自独立 各自有运动的方向 然后 时间拉久了 它的形状就会发生改变 刚刚跟你讲说 这些星星没有关系 可是有些星真的有关系 那叫做双星 一个最有名的双星 叫做开阳双星 北斗七星的七颗星是有名字的 天苏天拳 天际天拳 玉恒 开阳 遥光 总共有七颗星 这边这颗星叫开阳 这里这颗星 这颗星 这颗星叫开阳 开阳这颗星 传说古时候希腊人会把小朋友带到山上去让他看 如果他能够看出来这里其实是两颗星的话 表示他失离 你看这两颗星 你看这两颗星 这两颗星看到吗 如果能够看穿这两颗星把它失离2.0 眼睛很好 可以当弓箭神 好 好 那这样子最开始很早就看出来这里有两颗星 这颗星叫做开阳双星 可是这个开阳双星 这个开阳双星 看起来两颗在一起 可是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叫做视觉双星 你以为有两颗星 其他可能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等到科学进步了 我们有观测仪器 哇原来 这颗星 你原来以为它只有一颗对不对 不是 它不是 它是两颗 它是两颗星互相玄绕 互相玄绕 但是因为距离很远 所以看起来只有 一颗的样子 但是真正的 真正的 彼此有关系的双星系统 好的系统 可以比较看 这个知道听过就可以了 活中不交 活中不交 听过知道就可以 当做常识都可以 这一套周日运动 目前 目前 我们就把它抄下来 我后面会再交一次 目前就抄下来 然后人背就先背起来 你往天上看天上观察天上恒星 你会发现天上的恒星 每一天都会由东向西 到北极星转一圈 为什么会由东向西 到北极星转一圈 那是因为地球在 自转的关系 同时因为地球会公整的关系 所以 出现在相同地点的时间会不一样 你都就是月亮出来了 就是星星出来的时间 每个时间都不一样 今天几点中 今天就不一样 我后面会再交一次 细节我后面会再交 你目前就先背结论就好 你目前就先背结论就好 然后呢 土也是后面再出现一次 因为每一天都由东向西 到北极星转一圈 所以你把你的镜头 对着北极星做长时间曝光 你会发现他会到他 转一圈一圈就要星期 细节内容 我后面再跟各位说 你目前就先背结论 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 所以恒星每天会由东向西 到北极星转一圈 这叫做周日运动 因为地球会公转的关系 所以恒星每天出现在相同位置的时间 都会不一样 目前就先背这个 它背下来 它后面会烤 就是不一样会公转 所以你的时间都不一样 我后面再跟各位说 从地球上看天上的星星 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 看到它的颜色 红层黄绿蓝电子 颜色 星星的恒星的颜色 代表是它表面温度的高低 基本上偏红色是温度比较低的 偏蓝白色是温度比较高的 看到温度没有很高 表面的五六千度 所以大概是一个黄颜色的星球 黄色的星球 这就是给你示范 最左边红色 灯丝红色的 这是属于温度比较低的 大概是一千度左右 看起来像岩浆这样 看起来红红的 所以就所谓的像岩浆这样 一千度左右 然后温度就越来越高的话 就会越偏向蓝白色 越来越像蓝白色 然后呢 最后面那个蓝白色 大概可以到一万度 大概一万度左右 OK 就是告诉你刚刚那个结果就是 恒星的颜色代表是它表面温度的高低 偏红色的温度是比较低 偏蓝白色的温度比较高 结论背下来 太阳是一个黄颜色的星球 因为太阳的光中最多就是可见光 可见光 可见光里面大概偏色黄色光最多 所以我们说太阳是一个黄颜色的星球 表面温度大概是五千多度 五六千度左右 这个小朋友都知道 小孩子小朋友画太阳 要嘛就画红 要嘛就画黄色 画绿色 画黑色的习惯 好 小朋友都知道太阳是红色黄色 OK 刚刚跟你讲过说 地球上看天上星星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是它的颜色 颜色代表表面温度的高低 另外就是它的亮度有多亮 就是无聊的希腊人看就看嘛 他把它分心的 希腊人还是蛮无聊的 看天上星星之后 他还说这个星比较亮 那个星比较暗 所以分等级 他分做一到六等 数字越小越亮 数字越大越暗 所以考卷上问 人类肉眼可见的最暗的星级的 六等 是哪来的 希腊人来的 希腊人在开始分这个分天上星星 你这个比较亮 一等星 那比较暗 二等星 这个最暗的叫六等星 所以说人类肉眼可见的最暗的星 所以说人类肉眼可见的最暗的星叫做六等星 那我再说 那我们考卷上考你的 我们教你的 跟考卷上考你的 都是这个所谓的目视星的 就是你用眼睛看到亮度 你用眼睛看到亮度跟两件事有关 你跟他到底多亮 看他的距离 你问我 你问我说 手电筒跟 灯塔谁比较亮 手电筒比较亮 他发现我已经比较照我 好亮 他发现我50公里 不亮 他跟距离有关 叫做目视星人 用眼睛看着目视星人 那如果大家摆在一样的地方来比谁亮 这叫做绝对星人 高中才教 国中没有 所以国中我教你的 我考试 考你都是考什么星人 目视星人 用眼睛看 大家跟你讲说 其他人随便说说的 这个一等跟二等跟三等这样 可是等到我们有科学仪器了 我们可以真的量出他有多亮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他人的一跟六等之间 大概相差 一百倍 大概一百倍 所以我们就用这一百来算 每两等之间差2.5倍 这个等比奇数 一等星比二等星量2.5倍 二等比三等量2.5倍 这样 好 所以每差一等就差2.5倍 所以一等比二等量2.5倍 一等比三等量2.5的二次方 如果问你一等跟六等 你就不要写2.5的五次方 就写一盘 因为2.5从一百算出来 2.5是估计大概的 一百算出来 ok 所以2.5倍 每两天差2.5倍 然后呢既然我们有仪器了 而且我们已经数量化 所以那边出现一些 第一个 我有望远镜了 我看到比那个六等更暗的怎么办 就是七等八等九等 那如果你比一点更亮呢 就是零等 比零更亮呢 不一 不二 不三 不四 反正越小就怎样 越亮 而且数量化 可以出现小数点 1.2 1.3 所以 这样有科学进步了 有仪器测量了 有数量化之后 就会出现比六更大 比一更小的 反正就是数字越小就是越亮 还可以出现有所谓的小数点 不用背 这边有个满月跟金星 满月跟金星 它本身自己满月亮跟金星 是自己不会发光 它都是反射太阳光 那为什么我自己的知语心 特别把它叼起来 因为它是现在的叼子 知语心它是现在的叼子 它被定为零等 所以如果你比知语心 量2.5分 就是多长 不一 如果你比它2.5分 就是一 等一长 等一 所以 好 知语心不要这样 再看看就 也是这样看看就可以了 你也不需要特别去背它 你不需要特别去背它 好 请写课档练习 好 请写课档练习